我們一打開 他直接對著我們攝影機說 攝影機說 這才是傷害 對 莎莎受到二次傷害 所以我就決定 好慘喔 我永遠不要再受到這種被打的待遇 我就要受下來 你今天要教我們的方法是什麼 前胸貼後背喔 沒錯 五分鐘 還趕快講 五分鐘 我只要一個這個 髮圈 對 還有一個小枕頭 先量一下 先量一下 但是我不確定這皮尺有沒有辦法量 我覺得好像 不可以說 你等一下 輕鬆... 你如果現在說 很輕鬆的 你不要收啦 等一下很難喔 120.5 現在還120.5嗎 對啊 120.5 你可以緊一點嗎 像剛剛憲哥雷妳那樣 這麼緊 可以雷到19 好 119... 就119 好 11加19 好 然後啊 那我現在給妳多少時間 大概五分鐘 要五分鐘 對 要五分鐘 剛剛那五分鐘有一點慘烈 對 我這五分鐘會比較好笑 你要不要跟我等一下綁起來 然後沒有笑 我們要喜歡陽神舞蹈 來 要怎麼做 就是啊 你要躺在那邊 先把這個 靠在妳的腰上 然後啊 還要脫襪子 要脫襪子 然後用這個 這樣子 什麼 這樣子 橡皮筋這樣 套著腳趾頭 對 就這樣子 你在幹嘛 靠在一起 你在做什麼 就這樣靠在一起 你在抽去什麼 我們要不要打119 不是 沒有 好 現在開始 你們不用管我 你們繼續 你手太高 對 然後手抬高 這樣子 好 想要躺好對不對 對 要躺五分鐘是不是 對 好 大家來 我們臨前一舉高 你為什麼 給他五分鐘 他等一下 真的說不定 他都睡著了 你來睡睡看 你這個動作很累 不是 你看他就怎麼整 他就好整 我覺得好好笑 人家在這邊講話 他躺在那邊 好 好 來 那我們下一棒是誰 我來 我來 對 你膠很有說服力 完全沒肚子 才是前胸貼後背 對啊 現在有點前胸貼後背 對啊 可是我之前很慘 因為我之前很胖的時候 大概 體重有到六十幾公斤 你有到六十幾 我有六 而且我沒有懷孕 對 那現在呢 然後那個時候 我有一個經驗是 對 小哈是去泰國出外景 然後我是去日本出外景 然後那時候 去日本出外景的時候 我的主持服是中空的 然後那個時候 我為了要 能夠穿中空的衣服 對 然後我 因為隔天要穿 然後當天的 晚上在日本的飯店 我是坐大概 仰臥起坐 就是腹部訓練 大概600下 600 可以抓600 一個晚上 好強的 然後 為了要穿這樣衣服 就是非常非常辛苦 可是我告訴大家 你不用那麼累 就是現在有一個方法 可以讓你 吹氣球 減肥法 就可以手小腹 那我們要不要先量一下 好 先量一下 是 那你要吹氣球要吹多久 500顆 500顆 變達人了 變達人了 對 我們要找一個定點的位置 找腰的地方 對 很瘦 這樣可以嗎 你要再瘦 你是天入人院了 快 64.5 好 已經這麼瘦了 還有空間嗎 要吹多久 還可以 要吹多久 一分鐘就可以 一分鐘 也是要在地上吹是不是 一般的來賓很愛躺在地上 要躺就吹 對 不是躺 不是躺著 就是跪著這樣 我們換了信筒 大家覺得太舒服了 不用躺也不用跪 不用躺也不用跪 我們用 也是突然的意思 對啊 先爬 爬著吹 對 找一個很舒服的姿勢 然後就開始吹 其實我發現每個姿勢都還滿愚蠢的 有了 感覺很痛苦 感覺吹到臉紅脖子出 對啊 可是吹氣球總比做600下仰臥起座好吧 對 輕鬆多了 還要吹嗎 這樣子 這樣就可以了 那要吹幾個 吹 如果你一分鐘 那一分鐘應該可以吹五六個 那你現在過了一分鐘才吹了一個 這樣可以嗎 不然你再吹一個好好的吹 你再這樣吹下去 你會看到七爺八爺 借我一個吹再看好不好 反正我閒著也是閒著 不行啦 你還吹那個 你還吹那個 他不能吹 他兩個在那邊比 看誰有效果啊 他這樣是雙管齊下 好破了 等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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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好笑了 等一下 等一下 很累喔 很累 好 我覺得應該可以 腹部會用力 對 腹部要用力 因為你 腹部沒有用力的話 他的氣勢說不出來 小孩現在 他好厲害 他現在不用任何手耶 你為什麼不用手 就跟你的氣球 這樣子表示他還活著 因為他氣球一樣 等一下咬住 你咬氣球就對了 太多了 可以了 可以了 太好笑了 好 這麼芳妮的過程 我常知道有沒有效 差不多一分鐘 差不多 有 對啦 因為腹部要用到很大的力氣 對 而且你看小嫻超喘的 這超累的 剛剛是多少 他臉好像忘了 我也不知道 忘了 64.5 64.5 現在才61.7 大概7 8左右 有嗎 61.5左右 對 好強喔 好玩笑耶 我刷了3公分耶 對 而且是腰耶 對啊 缺氧是不是 我頭好悅 趕快回去坐一下 趕快回去坐一下 那我們要先來 我們要先看小孩 還是要先問專家 先問專家 他會抗議 好 那我們先請兩位專家 請一舉牌 你這滿壞的 到底小嫻的方法 是有效 還是沒有效 謝謝 兩個都有效 謝謝 謝謝 那請廖醫師 你來講評一下 為什麼有效 而且導播這畫面太好笑了 那我應該講久一點 你講慢一點沒關係 沒有問題 我可以講久一點 五分鐘 沒有 其實我覺得小嫻剛的姿勢 如果是用跪的 對 就是我剛剛說跪趴姿 因為你的肚子貼著 其實比較不好使力 難怪 你應該其實就是用跪的 然後訓練那個腹式呼吸 是有效果 廖醫師 那如果我們沒有跪 我們是用站著或坐著 也都OK 其實都OK 因為我覺得你在做腹式呼吸的時候 其實我們剛剛講 他強調就是吸氣的時候 肚子是鼓起來 吐氣的時候 肚子要用力縮下去 所以你在做腹式呼吸的時候 你的小腹就會一起一伏 那我們其實中醫講說 其實腹部有很多的經絡 其中像我們跟身體有關的 先天之氣的腎筋 跟後天之氣的脾筋 都是經過我們的小腹 所以你在做運動的時候 你可以把我們身體的先天之氣 跟後天之氣都活絡起來 而且 好 而且其實我們在做腹式呼吸的時候 我們其實橫隔膜會上下起伏的時候 它其實有按摩的作用 可以按摩到我們胸腔跟腹腔的脹氣 所以其實做這個方式 其實可以讓我們身體的脹腹 經絡氣血整個都活絡起來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這個人 還在不在 小翰 你看起來了 你不要這樣 有一點危險 有一點危險 這動作很累 真的 看起來好像覺得沒有很累 好可憐 我們看的人不會覺得累 你剛剛這樣爬起來 我好像看到我們節目製作人 快了 快了 來 是 哪一顆扣子 不可以給我縮成這樣 他真的沒有縮 沒有縮 沒有縮 這個扣子 1 1 2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很累 這個就是 因為你兩隻 很值得 其實還不錯 對啊 7公分就算它要慢慢彈回來 也要一點時間 還不錯 是 因為兩隻大拇指要靠在一起 其實很累 可是你真的弄到滿頭大汗 對啊 這個方法實在太神奇了 我們請兩位專家舉牌 看看這個方法是有效 還是沒有效 好 真的有效 那我們請黃醫師來講評一下 為什麼這個方法是有效的 OK 這個方法 在小孩身上會特別有效 為什麼 空間比較大是不是 第一個對 空間大 然後再來 因為我剛剛看它的側面 它的這個腰的地方 它是比較往後 就是屬於那種 比較沒有屁股的 原因是因為它高 所以它跟人家講話的時候 都會有一點要拖一點 會 因為我這樣從高跟鞋看 它還要這樣 對 它會有一點拖背 拖背久了之後 它的背跟腰的地方 它那個弧度是弓起來的 對 剛剛看到它 躺在這邊的時候 就是不停的會有一種 抽筋的感覺 因為它的 它簡直是快抽筋了 對 因為它的腳趾頭 很難碰在一起 對 我們很難碰在一起的時候 它身體就會用力 它就會全身的收縮 它這樣腳趾頭碰在一起 是不是還可以瘦屁股 對 因為它整個腿部 都在用力 都在收 那收的時候 你會看到剛剛那個橡皮圈 其實已經歪掉了 就是它很難扣在一起 然後它因為身體要往上延伸 然後下面又頂了一個枕頭 所以它剛站起來的時候 你會看到它腰部的弧度 都出來了 然後在這個時候 曲線出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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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 這個時候 我們在做測量的時候 所以我剛剛會說 在小孩身上會特別的有效 因為它本來的身形 就很適合像這樣子的 一個伸展的動作 所以短短的幾分鐘 就可以讓你的小腹瘦下來 不過如果要長脊為止的話 請黃醫師來教教我們 好 現在就請黃老師來教教我們 請憲哥跟著老師 一起來試試看吧 好 我盡量 憲哥加油了 我們要做這個 從腹部到大腿這個區塊 你平常 我們大概在看電視的時候 可能坐在沙發上 好 那我們會呈現像 這樣的一個姿勢 我們就這樣子開始做 就攤下去了 對 所以我們坐在椅子上的話 我們就是有一個 往後一點點的 那如果沒有靠背的時候 你就是稍微挺住這樣子 對 大髒話 是 就是稍微這樣挺起來 然後你手可以稍微浮在旁邊 如果後面沒有靠背 後面有靠背的話 你就靠下去就好了 所以我們直接靠背沒有關係 對 靠背沒有關係 然後我們把我們的腿拉起來 然後膝蓋 沒有靠背的地方 剛好沒有靠背 對 好 沒關係 這樣可以 趕快 好 那個膝蓋不要鎖死 膝蓋不是鎖死的狀態 可是盡量延伸伸直 好 然後之後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要做的動作是像這樣子 對 來回 還在靠內對不對 好 然後我們來做兩個八趴 預備 來 我們來做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再來一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好 我們可以休息一下 然後 你幹嘛挑戰專家 對 我們大概做這樣的動作 你會覺得腹部是會用力的 會 然後大腿這邊會痠 對 大腿這邊會痠 所以我們主要就是膝蓋以上 腹部以下的這樣子一個動作 然後我們來可以做十個八排 好 謝謝 謝謝黃醫師 金蓮 我們剛剛解決了腿部跟腹部的問題 再來我們要瘦哪一個部位呢 再來我們要瘦的這個位子 也是很多的女性同胞們 最在乎的地方 而且都不敢輕易的跟別人說 拜拜 就是蝴蝶秀 我們要教大家神奇瘦手臂的方法 那我們現在就只有殷琦 還沒教我們對不對 對 因為我沒有腹部跟就是 腿部其他地方 妳在急著幹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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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每個人都被施了好幾隻劍 對 別壞的 壞壞的 所以說我今天要去接 但是妳平常在乎妳的手臂嗎 也是會 我是不在乎 但我們公司很在乎 對 所以還是要兼顧一下 我們就要讓視覺上立馬瘦 是 好 好 甄莉傳送送山坊 過程卻讓妹感覺被家暴 甄莉姐介紹 然後 帶我去買餡 買完餡之後要怎麼樣 妳知道嗎 然後呢 但是很大力的就是 等一下 還要扯就對了 這樣子 為什麼要這樣 這還算輕了 這還算輕 你知道嗎 我那一段時間 只要甄莉姐看到我 妳知道 就像她看到仇家 妳知道往石裡打